和美国中台湾的和美免索率救典 经过梅姬红胎了后 各行设施被破坏 既然六千米再去邀请教育厨体设可 到后方令人完毁扣 希望这里修好战牌的设施 幸好和美乡亲和学生 好的运动设施和空间 梅姬红胎走向和美免索累球场飞顺严重 原本已经战牌的便宿 如今已经行为露天厕所 破顺的替党在大风一直吹几下 清除雪滴子 既然困困困时都没有遮蔽功能 既然用布袍免免免免免免免 外面的围裙抖起 随时的造成运动完这么久时受伤 加上当过海气 目前根本就没有经费 可以看到是电阻烧海气 还是电传的问题 后来救典的暗时是暗缩缩一片 我们的教育处也蛮注重这个二校区 本来梅姬台湖就是 只报一个30万的诊件 这个额度是不够的 今天请教育处的体色科 来这里会刊 科长他们也认为说 有需要把这里整理好 因为我们这里可以说 合理地区很多小孩也好 大人也好 不管是棒球还是雷球 都是在这里活动的 感谢我们的教育处的帮忙 希望尽快把这些需要的设施 譬如说厕所 选手休息区 灯亮都不亮了 还有围墙 围墙都倒塌 就有即兴的危险 我们可以快速来整理好 美濟台湖的灾损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申报经费有九十几万 但是县福的合订经费只有三十万 那承蒙我们赖议员 还有我们的刘会长 大力的一个来协助 那我们感谢我们体检科这里 来体色科云诺 来给我们做整理 像各位看到这个围离 还有球员的休息区 还有厕所 都相当的破损 那因为这里使用的学生 非常的多 我们期盼赶快把这里整建好 那我们需要 垒球运动的同学 可以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运动的场地 那礼拜六 你如果来这里看 学生和家庭 家庭都一两百人 他们这一天有拜扣 有比赛 都能够比赛 所以这个球场使用率是很高的 安全的问题 因为这迫害到这样 迫着三十万是一定不够的 但是我们电器 只有电器24% 经费就要投五十万了 这就是要请管府 多多支持一下 小孩在这里快快流流 打球 何美允素来球场 来为何美中学 第二校区认定地 离何美中学率有相当的鼓励 好好保护收成金费 代表达九十万 管府刷百三十万 而且标示今年度的金费已经结算 何美乡亲 或是何主想没有安全的 卖内场可以输用 只能期待 每年都好好在处新报金费时 可以得到更多的保证 新中华新闻将带进 何美蔡翁报道